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品牌定位 那大家如果有留意今天的一个流程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我们在这个短讲里面 其实是品牌建构的一个顺序 所以品牌定位基本上就是品牌建立的地步 常常听得到品牌定位会说是品牌定位是定海神圳 那我们是ESP品牌顾问公司 我是Brian ESP其实过去服务的企业非常的广 从B2B跨到B2C 那其实也服务了上百间的企业 从大型企业到小型企业都有 那我们这边就不细说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品牌的定位策略 那首先我想先问大家 什么叫做品牌定位 大家常常听到品牌定位 但是你知道品牌定位是什么吗 大家也许不用讲 但是心里面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什么叫做品牌定位 你也许第一个想的是 我们是什么样的功能性的产品 也许你会想的是 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单 这一些它是不是就等于品牌定位 其实你所想的这些事情 它是市场定位 但是它不完全等于品牌定位 其实品牌定位 它包含的面向非常的广 企业的能力 你在市场上的一个竞争关系 你的TA是谁 你的通货渠道在哪里 你的价格区间 以及你要对你的客户所传达的品牌讯息是什么 它这一些内容它才可以真正的构成 品牌定位的思考 好 所以品牌定位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假设你要出海捕鱼 你需不需要知道你的鱼场在哪里 你需不需要知道你要捕什么鱼 你要用什么样的工具 所以其实品牌定位 它就是一个定毛的一个作用 你定在这个位置之后 你的船会围绕着你的鱼场在走 你不会随着海浪把你冲到哪里 你看哪一个地方很多渔船 而去贸然的往其他的方向走 其实这个就是品牌定位的作用 好 我们再来看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品牌定位的四个面向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谈得很深 但是我希望有一些观念能够带给大家 时间有限 我们尽量能够带到完整的一个内容出来 首先品牌定位会改变 什么叫做品牌定位会改变 品牌定位并不是你定了之后 你永远都不能变 而是你会随着市场的条件的因素 竞争关系而去改变你的品牌定位 比如说这个是Marble Marble在1930建议起来的时候 他其实品牌主要跟市场沟通的对象 是女性 他想要创造一个很温柔的 这样子的一个品牌的感觉 让消费者觉得说 抽花多的烟好像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分威战 但是他这样子的定位经营大概30年的时间 其实业绩平平 那后来他们转换了一个定位的一个方向 去做到有男子气概的一个人就在形象 而这样子的一个定位转换 让他在短短8个月的时间内 业绩成长了上百倍 所以他就是为了市场的增长而去调整他的一个品牌定位 我们再来看联合国在04年的时候 推出ESG的概念 而这样子的概念在现在在每一个国家 都会实施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概念去推动到我们的企业里面 而这些企业 比如说美国的杜克 他过去是石油核能 被视为是一个高润的一个产业 那因应DSG的这样的概念 他在13年的时候 转换成是再生能源公司 丹麦的东能源 他过去也是以石油为主的一个 以石油为主的一个公司 那他在17年的时候 转成过去能源再生公司 现在台湾也有非常多的企业 也开始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转系 因为你不转 你等于是会被市场所淘汰 好 我们再来看品牌定位 也会因为消费者的认知改变 而需要做调整 大家都有听过维多利亚的秘密 维多利亚的秘密 以前在他们的年度大秀的时候 他所呈现出来的形象 都是性感 完美比例 维多天使这样的形象 但是随着消费者对女性意识的一个决心 他们不再追求 我穿这些面衣是给我的另外一单看 而是他们要展现的是做舒服的自己 才是最性感的 那这个就是消费者的认知行为的转变 而你需要调整你自己的定位 好 所以其实品牌的定位的认知 需要时间和管道 让消费者接触和连击这样的品牌影响 并不是你定位完了之后 消费者就会记住你 而是你要持续的去沟通 那今天我会详细的说这个 我只是讲一个概念而已 那一样我们用具体的方式 比如说美照健康 他在09年的时候品牌刚出来 他其实在谈的就是战胜体质吧 而到现在24年了 他还是在讲这件事情 所以他用持续性的内容在跟市场沟通 我们才会记得他在想的事情是战胜体质吧 这就是品牌定位的持续性 那当然也会遇到一些企业 他在品牌在市场的竞争的时候 他要做转换 大家都听过文杰 也听过威猛先生 但有人知道他是同一个企业 同一个品牌的转换吗 有多少人知道 可能没有人知道 这个是他在市场在转型的时候的一个过程 从最左边他百分之百的文杰的形象 到第二阶段可能百分之七十的文杰形象 百分之三十的威猛先生 再来百分之七十的威猛先生 百分之三十的文杰形象 最后完全是百分之百的一个威猛先生的形象 这个就是他没有办法做一番两分联合一个品牌转换 但是他透过时间和接触点 让消费者慢慢转移到这样子 好 那在谈品牌定位之前很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你在为哪一个品牌 做他的品牌定位 你的品牌是属于成立品牌 生活风格品牌 还是企业品牌 你谈的是母品牌 还是子品牌 他所需要思考的面向会不同 那我们这边也不细说 好我们来看 品牌定位 其实有七个概念 七个方法 我们一样是用概念的方式 就是让大家意见 好首先 如果你要买一瓶饮料 你要去 北到方便快速的地方买 你会选哪里 我可能选的是Seven 所以Seven是一个便利店的一个类别定位 那Costco它是属于量饭型的类别定位 你要买个大量 你要买个便宜 那你当然知道Costco 这就是一种类别的定位 我们只要知道观念就好 我们今天不是尚可 所以不会讲得太深 那其实在永续棉花 也因为全球的一个政治因素 反派国家之间的一个竞争 开始有几个不同取向的一个 永续棉花的认证 比如说左边是 再来2009瑞士所创出来的 永续棉花的认证 那右边这边是 2020年中国所建立出来的 永续棉花的认证 其实如果是纺织业子 或者是服装品牌的话 你要跟哪一个 永续棉花的认证系统走 它关系到你走什么样的市场 以及你选哪一边来站 这个也是一种类别定位 好 所以其实类别定位 它在谈的是 在类别中的其他选择 它不会去讲说 我的功能性跟你怎么比较 而是我和你的不同 这就是一种类别定位的沟通 那我们再来看 比较定位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过 这样子的一个广告 是冠军磁砖和白马磁砖 其实比较定位 它常常用在竞争位阶 非常相近的两个品牌和两个企业 它基本上都会是市场的 一二名这样子的一个竞争关系 所以它两个都在强调他们磁砖的强度 所以他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表达 我的磁砖比你还强 那像这个是很简单的 我的充电是更快的 这也是一种比较性的定位 好 所以比较性的定位 它在谈的就是 我的餐厅的一个直接效益 是比我的对手还要强的 比我的对手还要快的 这就是一种比较定位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功能性的定位 它其实功能性定位非常简单 也非常的难 比如说 如果只有上面三支产品 你想要去投影去 你会买什么 你可能会 你会选的是海伦仙助师 你如果要头发柔顺 你买的是什么 非容 你要长头发 你要买的就是566 其实这就是一种功能性的定位 它很简单是因为 它就是讲一件事情就好 但是它难的地方是 通常品牌 对我们自己的产品 会讲非常多非常多的特点和优质 但是这个时候 消费者反而对你会不记得 所以功能性定位 这个就是一件事情 讲到底 讲到底 好 那其实像Bizer 其实也是一种功能性定位 他们创办人听到说 他们是以技术当道的 技术 研发为发展重点的一间公司 所以他们的产品的开发 都是市场上最领先者 这也是一种功能性的定位 这边我们就不多说 好 所以功能性定位就是很简单很明确的 让你的消费者知道 你在卖的是什么样功能性 和什么样的产品的类别东西 很直接的说 那我们再来看族群定位 族群定位很有趣 有多少人分得出来 可口可乐和百思可乐 喝起来的口感 有人分得出来吗 大部分分出来的人 比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那这种定位方式 通常会发生在 产品的本质上面 非常非常的接近 那百思可乐 其实是一个可乐的 这种类类的一个后进者 那当可口可乐 已经是第一名了 他强调的是全民通吃 欢乐畅快的这样子的概念 而百思可乐 他为了要去区隔不同的出去 而他所抓的是年轻出去 他讲的是 渴望就是力量 他要的是跟其他品牌不一样 我有比较特别 我比较有个性 所以百思可乐是用这样的方式 和可口可乐做区隔 其实Red Bull和Monster也是 口感非常类似 两个都是能量的饮料 两个都在打18到25岁 这样子的一个族群 但是一个品牌在强调的是 正向的给你一对吃吗 那Monster 其实在讲的是 释放你心中的野兽 所以一个是比较正面的形象 另外一个是比较叛逆的 他用这样子形象的方式 去区隔两个品牌 这就是族群定位 好这个我也不多说 因为有下载版的简报 我想大家可以看里面的内容 那再来看等级定位 其实这次建华酒店 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是五星期的一个饭店 那他过去的业绩也都非常的好 住房率达到非常高的一个占定 那在餐厅的用餐 也都是常常会客 他为了要刺激集团的 营收的一个增长 所以他开创了中间的品牌 以及低阶的品牌 他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区隔他不同的产品界 这就是一种等级定位的一个操作 那当然常常会听到说 有没有由下而上的一个操作方式 其实也有的 比如说全家过去的每次咖啡 现在他可以卖到70 为什么他可以卖到70 因为他要增加他的产品的一个价值感 他所求的是 我用单品严选的咖啡豆 所以我可以买到70块 所以他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叠加自己的产品的价值感 那所以他用比较低价 走到比较高价的这种方式来操作 那其实像B2B的部分 蔡司 我们都知道蔡司是在光学领域 它是一个全球非常厉害的一个企业 那其实他们在整个院景上面所谈的是 世界光学与光电学技术的一个领导品牌 他谈的是We make it physical 所以其实他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跟他的客户沟通 而且他们会谈的是 蔡司永远看得更远为客户取得长久的一个成功 这个就是一种等级定位的一个表现 好 所以等级定位 它可以是信任资产或创造经济规模的一种操作模式 谢谢我也不多说 再来看情感定位 其实我们是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多芬过去的广告的操作 四分之一卤装 有人听过吗 你们都这样的连接没有听过 多芬他很有趣的是 他在他的整个品牌的故事 他在对外的一个讯息的传达上面 他告诉市场 告诉消费者说 我们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文宣上面 所有在我们品牌露出的这些人 都是素人 我们不用明星 因为我们认为每一个女性都是最美的 不需要找明星来代理我们的品牌 所以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沟通情感定位 但是其实过去他最一开始是属于功能性定位 他在强调的是四分之一如中 用了他们的罩之后 我们的皮肤能够像插的乳液一样这么的柔顺 那因为他站到市场的一定占有率之后 他开始沟通比较情感层面的 他现在的全球策略是我的美 我相信 好 我们再来看 Panagonia 他是一个属于凹豆的一个普通品牌 那他们非常有意思 他们在22年的时候 他把公司的所有权 信托 做信托 然后去对抗环境的一个保护 所以他们在讲的是环境的永续 企业的永续 这个下面是他的理念为不多说 我来让大家看他做了哪一些行为 他为了企业永续的这件事情 他为了企业永续的这件事情 他把他的营收的百分之一捐给对抗气候变现的组织 他在黑色星期五这样的节日的时候 他告诉大家 我们做折扣 你不需要来买我的东西 我只有你真正需要的时候再来买 不需要因为折扣来买我们的商品 他也做了一些行动 如果买我们的衣服 你有损坏 我们会帮你做修补 甚至不是我们家品牌的衣服 但是你有损坏 我们也帮你做修补的动作 这个就是他们在永续企业上面 他所贯彻的一些行动 好 我们来看文化定位 其实像Rimova Rimova它是一个诉求 德国精湛的工艺的一个品牌 在他们的一个品牌 对话的一个沟通上面 他们说他们的德国的工艺 你可以说它非常的无趣 但是对于他们而言 这中间的技术的工程 他们认为就像一个敲响乐一样 这么的美 所以他们是结合技术与德国美感 德国工艺和德国美感的一个品牌 他们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 来传达他们的文化定位的感觉 那像这个日本的Rimova 它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工具机品牌 他们在品牌在对国际市场 在对世界沟通的时候 他们把日本文化的工匠精神 工艺精神给置入在他们的品牌内涵里面 所以他们用技魂 很直接的就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品牌 想要沟通的事情和品牌 和哪一个国家去做迎接 品牌的定位的一个建立 其实它非常重要的是 你需要知道你在品牌的哪个阶段 中止阶段 扎分阶段 还是成长阶段 每一个阶段 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 但是同时每一个品牌这九个问题都是非常重要 是需要去经营的 再来品牌定位并不是企业自己说 也不是副文公司很主观意思的说 而是大家都会透过比较客观的角度去做资料分析 消费者的探讨和客户的一个解析 我们才能真正挖掘出来 市场的缺口在哪 以及我们应该要跟市场沟通什么 这个才是品牌定位的一个操作方式 我的时间到了 这个是品牌建构的工具 那今天谢谢大家